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充电不当 至时火灾事故发生 电动自行车超标超速 偷改线路提高速度加大功率 火灾风险加大 它有没有按照那个标准来去设计 设计这个电动车 所以就是会导致这个在电动车 整体上有很大的火灾隐患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之一形式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我们是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很清楚 非常报告显示很多地产企业的紫禁面 已经相当深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递选当中 中国炮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经济半小时 生活中电动自行车 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交通工具之一 但是如果留意一下 您就会发现 近几年关于电动自行车 发生火灾意外的报道也开始增多 白天骑得好好的电动自行车 在晚上充电的时候 有的会突然发生意外火灾 2013年10月19日 安徽省旺江县消防中队接到报警 一家企业的停车棚发生火灾 消防官兵迅速出动消防车辆 赶往事发工厂 抵达现场之后 消防官兵发现 起火的部位是场地内部 一个电动车和摩托车车棚 里面停满了电动车和摩托车 现场火势非常兴盟 正在迅速向外围的车站外延 而且不时传来零星的爆炸声 消防官兵迅速用三支泡沫管枪 对大火进行集中压制 并阻止火势向外蔓延 在消防官兵的努力下 火势迅速得到控制 五分钟之后 现场的明火被基本扑灭 经过现场勘察 这次火灾造成几十辆电动车 摩托车被烧毁 而火灾的原因 初步认为电动自行车 在充电过程中所引发 因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 同样发生在广西 今年1月2号 广西北海市的一栋 军营楼车库着火 到达火场的官兵发现 一楼车库内的几十辆电动车 正在猛烈燃烧 龙烟弥漫着整个楼道 有多股居民被混沙中 消防官兵一边立即开展救人 一边进行灭火 最新发现起火的一位居民反应 当时他正准备去上班 发现车库内有两辆电动车着火了 就立即联系小区物业管理人员 但当物业人员到场后 大火已经将周边的电动车引燃 物业人员立即利用室内销火栓进行铺救 但无法控制火事 只好拨打了119报警电话 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比比皆是 今年7月7号 广西白色市苹果仙一小区居民楼下 一辆正在充电的电动车突然起火 并引燃旁边的摩托车 消防官兵赶到时 电动车已经被烧得只剩骨架 现场冒出的大量浓烟 正弥漫在整栋居民楼内外 利用灭火器将火彻底扑灭后 消防官兵立刻进入楼内 开展人员疏散 经过紧张的疏散 17名居民被消防官兵顺利带到了安全区域 根据消防官兵的了解 当时正在充电的电动车 首先冒烟起火 随后引燃一旁的摩托车 最终发生爆炸燃烧 在现场还能看到 从楼上掉下来的大量电线 这些电线都是用来 给电动自行车充电使用的 今年8月22号 江苏省扬州市东花园路附近 一位男子骑着电动自行车 在行驶过程中发生故障 随后起火 而且火势蔓延很快 不一会儿 整辆车就燃起了大火 当地消防迅速赶往现场哭救 但是电动车已经烧成了骨架 同在8月22号 明家中卫市一辆正在行驶中的 电动自行车发生火灾 尽管经过消防官兵的铺救 但是车辆还是被烧毁 自然了 刚才开就打着你盖键 人好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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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忙 今年9月21号 江苏淮安市一辆行驶中的电动三轮车 突然自燃 车上的奶奶和孙女 幸亏经路人提醒 及时离开着火车辆 后来经过消防官兵铺救 车身虽然没有烧毁 但是起火的电瓶部位完全烧毁 这怎么说起来的呢 当人开的时候就找了内部运就开到一个猛瘾了 猛瘾给人下来喝口 给人喝的 那人来个努力就是得给人补杂的 把下来来问一个 那手把 被他在里面的东西破 我去那手把把他扫了 说了 由于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 几乎在全国每个地方都在发生 2013年6月14号 长沙市一存放电动自行车的简易车棚 发生火灾 大火灾导致里面停放的53台电动车被烧毁 而起火原因 是电动自行车在充电过程中发生短路 从而引发了这场大火 2013年11月9日 位于上海市青浦区的青浦建材市场 突然发生大火 大火导致两人不幸丧生 一名消防队员在救火中被灼伤 火灾原因 同样是停放在市场底楼的电瓶车 夜间充电时 电气线路短路引发 今年2月27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 已出租房内发生一起火灾事故 导致两人不幸丧生 并有两人受伤 火灾原因 同样是充电的电动自行车 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 目前我国的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 已经超过了两亿辆 而且每年还在以 两千多万辆的速度递增 但是随之而来的电动自行车 引发的火灾数量 又在逐年上升 这些突发的火灾 不仅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而且由于电动自行车 大多数是在住宅小区 充电时发生火灾 往往对于居住在附近的居民 造成致命危险 2013年3月28号早上6点多 广东茂名市公安消防支队 电白线中队接到警报 称电白线绿警院一居民楼 发生火灾 接警后 电白线队立即调派三辆消防车 17名官兵赶赴现场 消防官兵到达后发现 起火住宅楼共9层 一楼为车库 二至九楼是住房 当时停放在一楼车库的 12辆电动自行车 摩托车正在猛烈燃烧 并从一楼的楼梯间 蔓延到二楼的阳台 消防官兵分别从四楼 七楼房间内救出9名居民 同时引导困在楼顶的居民 从另外一个楼梯下楼逃生 火灾被扑灭后 一楼车库的12辆电动车和摩托车 只剩下光秃秃的铁架 五名居民不幸遇难 消防中队来到现场 救火之后就发现了五名遇难者 就是在批动二梯 这里面发现了八层上九层转角处 在这个地方就有两名遇难者 然后在六层门口发现了有两名 七层门口楼梯平台处 就发现了一名遇害者 202房间的梁叔夫妇一家 正好在发生火灾的楼梯间上面 大伙当时已经把自己家的阳台引燃 整个房子里都是浓烟 梁叔夫妇跑到东面的房间 用铁锤砸开了防盗网 然后顺着绑起来的床单逃了出去 当时我看到那火气太大了 那里那后面头面不前 前面头不下去火气太大 我就想到在这个这里出去 因为这里是东面 没有那个毒气也没有火到这边 所以我打开这边就下去 用来从单绑住这里就下去 我老婆就这里出去 大家拉住那个面背 救她 不是她明明了 住在502市的陈女士一家 当时刚刚醒来 听到外面的喊叫声之后 他们一家三口赶紧往外跑 然而当时楼道里已经是浓烟滚滚 我就当时就很害怕 我就想那楼顶那里就有 那个门是开的 我就想往上面跑 可能是不会有数 我也不知道火烧得那么严重 就晚上跑 拿一条毛巾 包住那个鼻子和嘴巴 就晚上跑 跑到楼顶那里 在这次火灾中 陈女士一家三口都被烧伤 他们的儿子由于跑得快 受伤要轻一些 而陈女士由于跑得慢一些 受伤最为严重 当时就是那个手 那个皮都脱下来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我戴上手套了 全部都是黑色的了 然后就是很痛的样子 当时就是那楼梯就是很黑 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一直晚上跑 就是拼命的晚上跑了 什么都看不到的 虽然火灾已经过去一年多 但陈女士至今还对当时发生的火灾 心有余悸 她不愿看到自己曾经居住的小区和房子 现在她的双手和脖子还没有完全治愈 每个月还要到广州检查治疗 而后期的直皮手术 还要很长一段时间 后眼就是有问题 左右摆也有一点问题 还有那个手就是很痒很痒的 现在我就是对这个这里 那个就是有点后遗症了 不敢回那里了 我看到那里心很慌的 一直都跳 我看到那里我都不敢回去了 在现场勘察中 消防官宾看到一楼楼梯间 一共停放了12辆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 其中靠东墙停了7辆 靠西墙停了5辆 其中标号为12号的电动自行车 成为这次火灾的嫌疑车辆 就12号车的这是原始状态 当时12号车盖毛罩 然后在12号车上的残骸上 发现了这个溶珠和导线 这个就是溶珠和导线 后来也将这个溶珠和导线 送去那个司法鉴定所 进行这个横距物的一个鉴定 经过司法鉴定 确认是电路短路之后 引发了火灾 通过这个现场看验笔录 以及询问笔录 询问了我们当事人 以及发现火灾的那个人 再一个就是司法鉴定意见书 和现场这些照片为证 那么就可以得出了结论 就是说在这个电动车 在充电过程中 电动车电线短路 引燃的可燃物 造成的这个火灾 经过消防官兵的勘察 最终确认是 一楼停放的12号电动自行车 在充电的时候 线路起火 引燃旁边的摩托车 造成里面停放的 12辆摩托车和电动车 全部着火 最终火是沿着外墙和楼梯向上 形成了这次火灾 在五楼 有一户人家 邓某 就是利用这个电动车充电 然后从家里面拉电线 到这个公共的停车区域 然后充电就引燃了 这个电动车就 电池线路短路 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 引发了火灾 从刚才的节目中 大家也都看到了 电动自行车所引发的火灾 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 和人员伤亡 而那位私自拉线 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居民 也因为失火罪 被判处了七年的有期徒刑 虽然相关人员都受到了处罚 但是我们还是要问 为什么电动自行车 容易引发火灾 这些容易引发火灾的 电动自行车 为什么越来越多呢 好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 我们的节目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从全国各地调查 统计的电动自行车火灾看 电气故障 引发的火灾的 占90%以上 充电时发生火灾的 占到80%以上 而且几乎 都是在充电过程中发生的 那么电动自行车 为什么容易引发火灾 这些容易引发火灾的 电动自行车 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呢 在公安部 沈阳消防研究所 专门针对电动自行车 起火原因 进行过研究和实验的 无影博士告诉记者 大部分电动车火灾 都是电路发生故障所致 根据我们火灾调查 这个统计来说 80%的电动车火灾 都是在充电过程中发生的 比较常见的故障 就是蓄电池 过冲的时候 容易引发蓄电池过热 一过热这个血电池容易膨胀 变形 然后带动周围的线路发生短路 经过多次实验 无影博士认为 电动自行车最容易起火的位置 就在车座底下的电池和连接线 在给电动车充电时 电池容易发生过热起火 而这些不规则放置的线路 很容易发生短路故障 因为它在这个位置 上面是可燃物比较多 就是这种车的外围档 还有车座 都是这种高分子的可燃材料 你如果在这个位置短路 可以看一下这个蓄电池 有些固定蓄电池的 固定蓄电池的这种泡沫塑料 这种都是很易燃的材料 无影博士现场给记者 做了几个实验 当电动自行车的主线 由于老化 磨损发生短路的时候 产生的电火花 很容易引燃车里的易燃材料 而当电路超过一些线路的负荷时 这些线路突然就发生了燃烧 这个刚才我们做的 就是这个连接线的一个 过负荷的一个实验 它这个就是 当超过这个 它这个连接线的 隔停电流的时候 它这个线路就容易 这个过负荷 那个过负荷呢 全线一过热 就会产生 这个火灾的危险性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线路就会冒烟 如果上面有一些可燃物的话 很容易引燃这个 车桌外套的这些周围的可燃物 无影博士带领的客体组 曾经多次模拟电动自行车短路 导致的起火 电路起火后 会瞬间引燃座位 围挡等可燃物 几分钟之后 整个电动自行车 就被完全烧毁 在电池的过程实验中 电池也会发生过热和爆炸 它就持续冲持续冲 导致这个过冲的话 它就会产生过热 一过热的电池容易膨胀 严重的呢 就会引它爆炸 爆炸 然后有可能就周围 电池的这个外壳 它本身也是一个 现在的这个外壳 也是不索然的材料 也是很容易引燃的 依照国家发布的 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规定 电动自行车速度 不超过每小时20公里 整车重量不超过40公斤 具有电动脚踏良用功能 电机额定连续输出功率 不得超过240瓦 然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 电动自行车超标超速现象 非常普遍 不少企业和商户 都想方设法偷改 提高加大功率 这大大增加了发生火灾的风险 这是今年5月份 我们财经频道记者 在市场上进行了调查 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销售商铺 电老板可以轻易地改变 电动自行车的速度 这里的电老板告诉记者 这根车尾处的白色连接线 就是控制车速的关键 电动自行车出厂时 这两根线是连在一起的 速度也是不快的 现在只要拔掉插头 分开这两根线 速度就会大幅提升 在天津的电动自行车一条街 这里的专卖店大多介绍说 如果觉得车速慢 他们都可以调快速度 在南京市的一些电动自行车专卖店 他们同样告诉记者 他们也可以调快速度 而调快速度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改装限速器 如果限速器被拆掉 行驶速度会加快 电流也会加大 产生的大电流 不光会加速内部导线的老化 而且容易导致线路过载 发热激活 在南京 一位电动自行车使用者 正在给车子充电 记者发现 这块电池 明显比其他电池更大更沉 在南京一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里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为了能多跑一些公里数 他们这辆新的电动自行车 采用了增加电池容量的方法 在国家强制标准中 对电动自行车安全要求 有这样的规定 整车重量应该不大于40公斤 蓄电池的标称电压应不大于48伏 而现在这辆车的出厂电气设计 竟然高达64伏 如果大容量的电池 它可能要配相同 就是跟它相匹配的这样一个线路 它有的时候 它光更换电池了 但线路可能还是保持原来 那个小容量电池的那个线路 这个时候在这个线路上 就会产生这个大电流 就会引发这个故障 吴迎博士告诉记者 根据相关标准 电池在出厂时 要经过测试 能量密度值比较接近的电池 会被分到翼组 组成电动自行车的电池组 如果是将能量密度值 相差悬殊的电池 安装在翼组 安全隐患就会大大增加 如果这个电池组中的 单块的电池的容量不相同 在充电的过程中 这个容量小的这种电池 先充满了 但是这个充电器的 这个指示灯还是红色 还没有转灯的话 它会继续向这个电池充电 如果这个容量小的电池 它就产生了这种 过程的一个现象了 记者在电动自行车市场的调查 发现市场上销售的电动自行车 也是良有不齐 一些正规的品牌车 在电路和电池里 都有保护装置 一旦出现电量不足 或者过流短路的情况 就会自动切断电源 保证电动车的安全 但是很多厂家 为了节省成本 往往不会装备 这些安全保护装置 因为它这个是跟成本挂钩的 你加每一样东西 它都是有成本的 一些厂家 它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这个是一样的道理 它如果加这个东西 它成本肯定会提高 它就不可能再以低廉的价格 卖给消费者了 目前我国电动自行车的 生产技术标准是 1999年颁布的 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 但是目前的情况是 各个厂家生产的电动自行车 都超过了这个标准 应该属于机动车管理的范畴 2009年 我国颁布了电动摩托车 和电动轻电摩托车 通用技术条件 但是这个标准 却被暂缓实施 这也就意味着 电动自行车没有了标准 现在市场上大多使用的电动车 都超过了电动车 99年颁布的电动自行车的 这样一个通用技术条件的 这样一个标准 它的设计车数和整车质量 都是超标的 然后它既然超标 但是它应该符合 通用摩托车这个标准 但是这个标准又暂缓实行 它又没有按照那个标准 来去设计 设计这个电动车 所以就是会导致 在电动车整体上 有很大的火灾隐患 消防部门的统计显示 从2009年到2012年 电动车引发的火灾 正以每年50%的速度抵增 而且火灾导致的财产损失 和人员伤亡也在增长 我们也希望把新的标准 电动自行车的新标准 尽快出台 来规范一下电动车的设计 厂家的这样一个设计规范 规范市场管理 减少这个火灾隐患 作为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 电动自行车在带给百姓 方便实惠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定的隐患 物美价廉是消费者 在选购电动自行车时的 主要标准 但是消费者并不知道 随着售卖价格的降低 电动自行车的安全隐患 也在增加 在这里呢 我们也提醒大家 整夜给电动车充电 是非常危险的 特别是使用 一至两年的旧电池 充电时更应格外当心 一般看到充电器 指示灯变成绿灯以后 即可拔下充电插头 如果持续充电超过12小时 充电器内电子元件过热 很容易导致短路 并出现火花 进而引发火灾 依法治国 就是要有法可依 目前电动自行车的行业标准 还是十多年前制定的 已经远远跟不上 社会和技术发展的步伐 失火案暴露出来的 电动自行车行业的乱象 值得解决 希望尽快出台 电动自行车的相关标准 用规范严谨的技术标准 保障电动自行车的质量 和使用安全 朋友 今天的经济万小时节目 就是这些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收看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